大家好,我是Stan 在一审背叛无期徒刑的乔银杨姆 在二审减薪为35年的有期徒刑了 11月26号上午 首尔高等法院召开了乔银事件的二审 法官表示 张姓杨姆的罪行虽然引起了社会大众们的共愤 但是张某的犯罪事实 并未严重地被判处与社会永久隔离的无期徒刑 再加上张某虽然有持续虐待 但是很难判断是计划杀人 在事发当天有带乔银到医院 并没有要隐藏任何证据 而且满35岁的张某在长期服刑后 很可能会有被教化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几点 从一审的无期徒刑 降为35年有期徒刑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都有可能减刑 是哪个法官 这他妈的法官 他凭什么好像是做善事一样的给减刑呢 以为是在讲价吗 上诉就减刑 唉 说实话 上诉的话不应该是更可恶要多判他一点吗 真的是太傻眼了 法官干嘛要存在 不与社会永久隔离的理由是什么 打死一个孩子 能让这种人留在社会吗 法官真的都需要换成AI 唉 真的很后期 是要怎么样更残忍 更折磨 更痛苦的打死一个孩子 才能判到死刑 无期徒刑呢 对于穷婴养母35年有期徒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昨天 网友们成员金杰万 在IG上传了网友们久违的合照 而因为赖冠林没有参加这次的合体 所以金杰万也特意在照片上 tag了他的账号 昨天这张照片 包括我应该是让很多粉丝们 都有那种说不出的感觉了吧 非常期待12月11号的妈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在节目中公开的 女人们早上会喝的东西 在我去的美容院 早上都会给演员 IDOL们魔法茶 很想知道吧 就是在绿茶里加蜂蜜 那个对脸浮肿有效吗 我们都在喝 绿茶加蜂蜜 我们会一边喝这个 一边接受管理 绿茶加蜂蜜 我看到有留言说 这个是对 因为不吃东西 所以脸浮肿的人有效的差 一般人这样喝的话 会变胖的 不吃东西也能脸浮肿吗 大家有没有什么 推荐的减肥方法呢 我 都不吃东西